这里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今天我们要从上海出发 前往中国福建省的厦门市 游览海滨城市厦门的美丽风光 现在是早上五点多钟 看起来我们来得有点早 飞机场里没什么人 我们趁早完成了登机手续 还是舒舒服服的坐在飞机上 等待飞机起飞吧 在我们这个视频里将会采用多种语言的字幕 为您展示我们的厦门之旅 您可以打开YouTube视频界面上的显示字幕CC按钮 选择你想要的字幕语言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和订阅 请在视频的评论区里写下您的任何的评论和建议 我们很乐意跟您进入更多的讨论 今天的飞机很快的就完成了 所有的起飞之前的准备工作 飞机已经开动了 我们即将起飞了 有发热 等不是认证 务必告知常务员 航程中请全程佩戴 无呼吸罚本的口罩 不要更换座位 微信全程中 我们谢谢您坐好手部清洁及消毒 感谢您一直以来 对中国东方航空旗下 上海航空带你支持 祝您最推快 现在 我们已经处在中国上海浦东的上空了 你可以看到 地面上好大的一片区域 全都是浦东国际机场的地方 我们能看见 下面还有那么多的飞机 整齐的停靠着等待起飞 难怪人们常说 中国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飞机场 平时很少有机会这样 从空中俯瞰上海这座城市 在春天的早晨淡淡的阳光的映照下 上海的天空和宽广的城市大地 显得朦朦胧胧的 一改平日里的那种繁忙喧嚣的景象 看右侧的天际线下方 那里应该就是辽阔的东海吧 也就是太平洋的中国一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乘坐的是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 你看 航空公司已经贴心地送来了 每人一份的早餐 快让我们看看 早餐里都有啥 这里有三个美味的糕点 一个香蕉 还有一瓶矿泉水 从上海到福建厦门 大约1.5小时的航程 时间过得非常快 你看 飞机窗外的城市出现了 那就是厦门 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那就是厦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即将降落在福建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是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主要机场 位于厦门市东南部的同安区高崎镇境内 距厦门市中心约10公里 机场始建于1983年 目前已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六大机场 东南沿海地区的航空交通枢纽之一 目前厦门高崎机场拥有两个航站楼 T3航站楼和T4航站楼 以及一条3600米的跑道 机场可满足波音747 空客A380等大型喷气式客机的起架 该机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航空交通枢纽之一 开通了众多国内外城市的航班 包括上海 北京 广州 香港 新加坡 曼谷 首尔 东京等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 Sat Even Yourself Bill 귀alream! authority Bahn flooding!iques exclusive to legal 所以说穿这些一点都很热 穿这些一点都 anar 穿这些一点都很热 《L pred다� keywords》 《 D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机场航站楼里的通道真够长的 不过通道一侧不时地出现的那些美妙的城市壁画 打消了枯燥的气氛 反而让人急迫地想要快点投入到厦门 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 我们看到旁边有服务员 正在摆放出更多的厦门市旅游地图 太棒了 我们也上前索取了一份 这是厦门机场免费赠送的导游地图 这个主意真不错 厦门不愧是著名的旅游城市 为游客们设计了众多的关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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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要走到机场的出口处了 看起来 这个厦门机场不太大 肯定没有上海的浦东机场那么大 还好不大 可以省得我们走太多的路了 我们可要留下更多的体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去饱览厦门的海浪 天空 各种美景 还有著名的厦门 鼓浪与风光呢 经过三年的疫情封锁之后 美丽的厦门 今天我们终于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 by bwd6